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來去看伊領現在應該在這邊處理 看一下處理的進度 嘿嘿 老闆嘿嘿嘿 哦 哦 啊是那個 那個側柱開關那條線在位置在哪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大家知道一下 這裡 哦 這條就是 哦 好複雜的線路 哦哦哦 哦哦哦 那邊就是這個側柱 哦 所以那時候就 因為這樣鬆脫了 對啊 哦 現在改變了 這裡的轉移 哦 那條是 好好好 卸了 卸了 對啊 好 然後O2海洋感知器也在這邊對不對 就是這邊 這邊有一條O2 另外一邊有一條O2 哦 對對對對 好 謝謝 謝謝 給你忙 一早來就是 很放鬆啊 沒有壓力 而且 現在晚上是7點上夜班 所以 如果一早9點半就可以來 就 9 算9點好 欸 算 10點也可以 11 12 123 456 我還有6到7小時的時間 可以慢慢的巡視處理 基本上你的一些問題都大概可以解決了 像 你如果要保養那個 前叉的油土風要更換什麼 那也一整天時間 那 你一早9點多就可以來的話 哦 基本上 大概到正...到中午後 就差不多可以 整個...就整個 座位處理好 很詳細的用好 那有時候會用到引擎 還是...什麼... 取走那一部分 那當然沒辦法 一定要留車 哦 一定要留車 至少這些座業 保養座業什麼 你可以... 在這一整天時間 可以慢慢的處理 好啊 都到現在了 今天宣仔就把 這一次 10... 異常熄火這個問題哦 幾次在這邊 講清楚這樣 首先感謝 真的要感謝 新生輪YMS 感謝阿育哥 老闆 老闆娘 還有阿孫祭司 哦 如果沒有他們 沒有新生輪哦 這... 道路救援哦 宣仔大概這幾天都要騎我爸爸 那個刺激400 還騎他黃牌大洋上班 呵呵呵 就... 所以平常使你們就要特別注意 尤其... 這... 會突然引擎熄火這個問題哦 你如果平常使有發現一點 小跡象 蛛絲馬跡 好 可能騎路邊突然感覺 怎麼發動一下 入個檔 突然就熄火了 哦 那個你 只要側柱踢起來哦 哦 就... 不應該這樣了 入檔 還是升到二三檔 發動 都不應該熄火了 有這個跡象你就要趕快檢查 不要覺得說 欸 它只是... 可能系統突然壓死一下 等一下就好了 就你這個一個念頭的話 你可能就會發生 在台灣大道 快車道中間 整個突然間引擎 洗得好好的哦 突然間莫名熄火 而且如果升到高檔位 哦 那時候你要... 降也來不及啊 在四五檔以上 你要再降回... 一定要降回空檔 因為... 這次主要就是因為 可能側柱的那個... 側柱都有一個重機啦 有一個熄火開關 那個開關就是... 你側柱一定... 強制你一定要踢起來就對了 你如果不踢起來 路檔你都... 沒有辦法騎車 哦 都沒辦法騎 直接就熄火給你看 它是一個安全機制啊 有的人就是... 它那個... 騎的時候忘記踢車柱 它沒有那個開關 以前的車子 忘記踢掉 踢起來 結果一過彎... 蛤... 側柱一定就... 還在下面嘛 結果就雷出去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裝置啊 但是... 相對的... 電系越多 安全系統越多 就... 越容易... 要... 越小心 哦 要常去檢查 所以阿順祭司那時候 哦 真的... 感謝他們啦 那一天我是... 欸... 早班... 7點... 晚上7點下班的 然後... 一路起就怪怪了 我還停在... 在我們台中港的管制站那邊 在門口那邊 突然就熄火欸 還沒... 那時候... 路到空檔可以發動 但是... 踩到一檔 還是勾到二檔 哦... 通通無法發動 我那時候也沒想說是側柱什麼的問題 我就一路用牽的 牽到路邊 然後就這樣 邊牽邊騎 騎到像... 那個... 台灣大道 欸... 不是啦 向上路啦 騎到向上路去 本來想說一路騎到新生輪 可是真的沒辦法啦 我發現它... 就一直... 騎一騎突然就熄火 騎一騎突然就熄火 那個很危險 想要在停路邊 哦... 直接麻煩... 阿順祭司 幫我道路救援 哦... 直接道路救援 真的很... 放心啦 而且... 蠻快速就到你的地方 據說啦 哇... 真的很... 很佩服他們 曾經新生輪YMS 有接過的道路救援 接到花東去哦 到花蓮 還有到武林的 哦... 那個真的是... 很辛苦啊 真的很辛苦 可是就是為了你車主 因為你... 你也是停在那邊 你...你也沒辦法下來啊 對不對 你在花東 然後你人生地不熟 還是說在武林高... 高海拔那邊 你這樣完全不可能下來嘛 所以... 這時候就是 車行道路救援 真的很棒 還要幫你 載的安心 安... 安... 安穩的 載到... 車行去處理 這新生輪YMS 絕對... 給他... 一定要給一個讚 阿順祭司也是幫我 綁得很... 很好啊 然後再... 一路... 平安的開回新生輪 經過整個一系列檢查以後 就是... 我講啦 側柱 那個... 熄火裝置 它有一條線路 不知道是原廠還是設... 這樣 原廠設計可能就... 綁得很... 很緊密 沒有什麼... 阿蘇比亞 沒有什麼那個... 緩創空間對不對 就綁得很實實 可能你... 我猜的啊 我... 宣傳來猜測 可能是我... 前一陣子 頻繁的使用 側柱大迴旋 因為你... 你是... 車頭往裡面停嘛 但是後面突然有一台車子的時候 你... 沒有辦法... 邊... MAKU邊掉頭的時候那怎麼辦 周圍還有空間嘛 就是... 側柱 我就是車速踢下來 龍頭往左 鎖起來 整個車 往... 你身上這樣搬起來 搬起來 然後靠側柱去迴旋 但是這就有問題來了 當那條線路 而且... 據阿順基斯說 那條線 那個... 側柱開關 它是跟... 那一邊的O2 海洋感知器 聽說是綁在一起的 然後... 那條才剛... 我記得才剛換的也是 我忘記是剛換還是上次換的 反正都是最新的 如果不小心因為這樣側柱大迴旋 那... 因為你抬起來嘛 會... 可能... 加減會有影響到或變形 可能就拉扯到了 那多來幾次 搞不好就可能斷裂 這隻是萬幸 只有那個拼線掉出來 還有連同插頭 整個就是鬆脫而已 就是因為這個鬆脫 也就變成 系統就幫你判定 可是... 應該這樣等於是... 哦... 我本來... 我本來是以為這樣等於是廢除動作 就是那個把... 那個裝置拔下來嘛 應該就是 等於等...等同廢除 就... 怎樣踢側出 它都... 可以... 一檔發...路檔發動 路檔發動 但是... 現在看起來可能就是... 不管你有沒有插著啦 那個都... 有個安全機制對不對 鬆脫了 也是等同... 側駐開關作動 只要一路檔又熄火 空檔發動都可以發動 一路檔或是生二檔就熄了 這個就... 沒得騎啦 沒辦法騎啦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 陷入可能在裡面嘛 沒有... 所以馬上聯絡新三輪YMS 阿育哥永育經理 還有阿順祭司 檢查是這個問題啊 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發現... 旋載... 前一陣子換那個加乘電瓶了 好像異常被吃了蠻多的電 然後加上前一陣子突然間... 那個... 旋載那個... 車輛右轉彎 車輪右轉彎 那個轉彎語音系統 喇叭突然間... 燙抖燙抖 然後就不見了 就... 現在已經... 後來又... 又... 故障了 不過猜... 那時候... 不知道是可能... 吃... 那太多... 造成整個電系不穩吧 因為那顆真的是... 應該是有比較... 耗蠻多點的 齁... 應該啦 反正這次就趁這個機會 那天真的齁... 隔天我來牽車的時候 真的感謝... 真的再次感謝新車人YMS 老闆跟老闆娘真的很辛苦啊 宣載那天也是因為... 早班 早上七點到下午晚上七點 但是... 剛好禮拜六 新車輪YMS齁 他是... 禮拜六營業到晚上六點而已 六點還是七點六點 那... 平日是營業到晚上九點 真的感謝老闆老闆娘 看照來我要牽車嘛 因為... 聯繫好以後啊 我就是... 晚上七點下班 就... 坐計程車 齁... 來... 從沙路來新生輪 那看的時候看到... 老闆娘他們把... 鐵...鐵門打開 然後整個... 外面燈光齁... 齁... 本來暗的... 瞬間全打亮的那一刻 真的很... 很感動啊 我說真的很感動啊 有一種... 你的愛車有... 受到非常... 好的照顧 齁... 有最強的後盾那種感覺 後勤 就是你... 可以讓你很安心的騎車... 騎車就對了 然後有... 狀況啊 就會... 馬上來新生輪 真的那種第二個家的感覺啊 車友的第二個家 很棒啊 那一刻真的... 鐵門一打開看到老闆老闆娘 很感動啊 真的很感動 然後幫我把... 把伊林牽出來 謝謝 真的謝謝 那是禮拜六嘛 今天已經是... 禮拜... 二了 齁... 六日 這幾天... 騎上班 完全正常 都沒有任何問題 那... 那時候... 當下其實... 為什麼宣展還可以從... 台中港一帶 慢慢的慢慢騎到... 向上路 應該說打給阿玉哥 他直接喔 線上幫我排除... 部份狀況 就是... 當下他是聽到說 欸... 空檔可以發動 然後路檔... 就熄火 勾二、三檔也熄火 但是側柱好像... 踢下來 再踢... 就是... 他當下的判斷可能是側柱 第一時間就判斷了 側柱的熄火開關可能... 線路鬆脫還是什麼 不知道 他就... 跟我說... 可以嘗試 多把那個側柱 放下來 踢起來 先熄火 放下來 踢起來 多做幾次 欸...真的 就這樣幾次以後 突然就可以騎一大段了 怎麼... 進... 欸... 進退檔啊 都不會熄火 就一段 但是後來突然間又莫名的熄火 就是那個線路那個 他可能那個剛好有 有接觸到 然後又鬆脫接觸 我不知道啊 反正... 就這樣一路一路 騎到向上 欸...真的又沒辦法 又發不起來 踢個幾次就都發不起來 代表可能那個... 剛好那個... 街頭就... 整個就是... 掉下來 這是一個... 一個... 緊急的應變方式啊 那宣載你說啊 那個... 應該重車都有啦 一個救援模式是怎樣 救援模式就是 你可以維持你的... 按雙行燈可以讓它維持運作 還有充電的時候 那個充... 你如果那個12V充電孔嘛 這兩個基本的可以維持運作 其他的... 電吸一律幫你關閉 就是... 螢幕啊 大燈、尾燈、方向燈 不... 螢幕、大燈、尾燈 牌照燈吧 這些有的比較吃電的 這些電吸會幫你關掉 你就要鎖孔轉到那個救援模式 就是基本的 你手機可以用12V還可以充電 那... 方向燈跟雙方燈 還是可以使用 來做... 提醒後面車輛 然後也提醒那個救援車來 你的車的位置這樣 那當下建議你要停到那個比較亮的地方 有燈光的地方 因為你的前頭燈、尾燈都是關起來 你只靠那個雙龍燈閃爍 來維持最低的電量運作 達到一個救援的效果 這是一個救援模式 所以目前 騎到今天10完全正常 但是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騎到今天突然間 一、引擎故障燈亮 突然間又引擎燈又亮 這個可能... 我們現在在猜測 不知道是不是希望啊 不是把O2那一根 有扯到 呵呵呵 越來越才剛換新不久欸 第二個可能就是 側駐熄火裝置那一條線 可能 看是不是要更換 還是說 把它接好 不知道 第二個就是 把那個 欸 轉按語音系統這套 宣載就決定了 暫時先拆除 先拆掉 因為吃 這個電瓶有吃了不少電 保留安全帽第三煞車車燈這個模組 還有 安博 行車記錄器的線路都保留 就只把那個 轉按語音系統 那套把它先暫時移除 你主要還是讓你的整個電系穩定 還有電瓶要... 最終要電瓶要穩定 下一步我想裝的就是 應該是那個吧 盲點偵測系統 下一步應該想裝這個 來問看看 大致是這樣啊 所以 現在就整個釐清這段時間 我遇到了一些 狀況 比如說基本的排除方式 第一個 就是 就是... 側柱 熄火開關 假設你 側柱踢起來了 空檔發動 欸 踩度一檔 還是勾二檔發動的時候都發不起來 一發動就熄火 還是說行進間 突然間 熄火 你先朝這個側柱開關 先去排除看看 先去排除看看 像阿玉哥說的 踢下來 龍頭關起來 踢下來 勾上去 低下來勾上去 這樣把側柱用個幾次 把他勾起來的時候 發動看看 在一檔跟二檔發動看看 可能就能維持一段時間的正常 趁這段時間 趕快到車橫 但是如果說車橫 你車程太遠 我還是不建議 因為 代表他已經可能開始有鬆脫 還是說線路可能 快斷快斷那種感覺 就建議是不要騎 能 近還好啦 然後如果遠的話 你就直接找道路救人就好了 那個你 假設快斷了 你也沒辦法排除 對 他斷了你就可能 搞不好在台灣大道 快車道裡面直接熄火 那非常危險 非常危險 假設你真的不幸 騎到一半突然熄火 第一時間雙黃錦絲燈 馬上按下去 提醒後面車輛 再來 迅速的路到空檔 趕快勾到空檔裡面 發動 然後嘗試 如果路一檔會熄火 再勾回空檔 再按發動 再往上勾 看二檔 還是三檔 勾上去 再發動看看 至少可能會有一 一到兩個檔位 那你還可以騎一下 假設 然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每一個檔位如果十采 十勾 勾到底 假設你一聲的直接是勾到最上面 就 整個勾起來 你發現 就熄火了 但是 你可能 微微的勾 微微的勾一半 一到二檔之間 還是二到三檔之間 勾一半 可以發動 那你就嘗試看看 發動 然後就勾起來就對了 或是三退二 把它踩到中間 三跟二的一半 然後發動它 如果都可以的話 就 可能還有機會啦 就嘗試看看 可能就可以讓它正常運作 這是一個排除 側住熄火開關的一個方式 當然 我一律建議 直接停路邊找道路救援 像新色冷YMES 道路救援應該是 一千多吧 真的是很 很放心的 很放心的 整個車賣綁得很好 然後平安的載到 載回車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個 引擎固 那顆那是什麼 O2 海洋感知器 跟 考爾故障 兩個 兩個 在行進間會有什麼差異 我要講第一個 考爾故障 通常引擎燈可能也 時不時會亮 它最明顯的感受是 你一發動的時候 你就發現 掛一缸 就是 騎起來就是會怪怪的 一發動你就感覺 入檔以後 起步開始重拖 會有 很像那種營銷飛車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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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爬不上去咔咔咔咔那種感覺 如果 剩下雙鋼 那你個感覺更怪 那個 騎起來就是 好像車子快壞了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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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那種感覺 動動力都出不來 然後突然間到可能3000轉 4000轉又跑出來 前面都是重拖 那種感覺很明顯 但是如果把四個考考都換好就正常了 假設是 O2含氧感知器的 它的差異是怎樣 它的引擎固張燈就會很亮 因為電腦裡面已經查到 O2含氧感知器有異常 警戒是什麼 發動的狀態 它是 慢慢的好像從雙缸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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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突然點到四缸 慢慢的點起來 雙缸慢慢點起來四缸那種感覺 但是你騎乘的時候 因為考耳都正常嘛 考耳全部正常的時候 你 只要它 點我一點起來 之後你怎麼騎 那個動力都是差不多 就是跟所有的 電系都正常的感覺一樣 一樣 起步就扭力 怎樣 不會像考耳故障這麼明顯 就補不起來了 真的是就是一路重拖了 幾乎都在重拖 起步的重拖到四五千轉突然爆發 然後停下來起步又要重拖 還是這種感受 那如果是O2含氧感知器就是 發動的時候會慢慢的慢慢的點起來 然後我們騎 騎車都正常了 那如果換一條 像MT0有兩條O2含氧感知器 左邊一條跟右邊一條 左邊喔 聽阿順技師就說 它是跟 側柱吸油的裝置 聽說是塑在一起的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單一條是六千左右 六千到六千四左右 兩條 通常是一起換 有問題就一起換 那卡爾一顆大概是 總共四缸嘛 一缸是兩千多 兩千多 四缸加起來大概就是八九千 如果真的有問題 建議是一次換 不然你 今天這兩顆 趕快明天就換這兩顆 建議是一次四顆全換 一次四顆全換 那火星賽就很便宜 一顆才幾百塊 基本 你感覺騎起來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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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動力重拖 還是說四缸 你可以拿它測溫槍去測 或者說去灑水 灑水其中幾缸 它水蒸發的很慢 就代表它可能沒有 那兩缸應該是熄火狀態 兩缸的烤耳可能就有問題 大概這一些啦 剩下就是等 等那個測試結果 那也要 也要再次講喔 感謝大家 全台灣車友一起 慢慢的 重車那個 路權 捷徑嘛 現在 長隧道已經開始在捷 蘇阿改 南輝改捷 下一步就是八掛山跟 七四 烏風交流道 這幾個 所以 不知不覺 重車掛牌數 也從17萬輛 一路現在 終於突破20萬大關了 20萬啊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慢慢讓交通部長 他們去重視 尤其 這次 葉委員在 那個 質詢王國財交通部長的時候 有講嗎 呃 部長是說 為什麼 七六八掛山隧道 目前還沒開放重車通行 就是因為 他 還在看 這一次蘇阿改 試辦重車 我本來以為是3月30號 就正式了 但是你要想 他們後面還有一段公文階段 還有一段 檢核結果 那個 陳爆什麼階段 通常都是要演的 現在都可以騎 但是 他整個試辦的結果 要等到六月 才會有正式的 反正目前的 大家都知道 試辦非常良好 這個半年以來 蘇阿改總共四千多件的那個違規 結果這樣 重車才幾件違規 不蓋你 這個數值早就可以 可以 真的今年檢核 可以開放重機上 橫向國道 四千多件的違規 只有二十多件 二十一件 二十三件 是重機的 那個 一些大小小小微 就這些 違規這樣而已 四千多件喔 等於其他四千多件都是什麼 小型車小貨車 這個 你沒辦法再用什麼 分母 那個 車 那個什麼 岩車公里 百萬岩車公里去算 沒辦法 所以 已經確定 蘇阿改一定會開 那蘇阿改 就是 也不用說開啦 直接正式的開放 永久通行 六月可能就一個公告 正式永久通行 然後 六月 我也猜嘛 現在已經開始在公路總局 在做 省道的重機安全宣導 他說 他有說下一站喔 那 省道的下一站 是不是就是快速公路 那快速公路的話 宣載合理猜測 去年台灣交通安全協會 跟宣載 我們還有就是 11月18號 去元年公屋段拍攝那個 中機上八卦山隧道的 安全駕駛影片 應該就是下一站 宣導影片要出來 那宣導影片出來的時候 就是準備 公告 那個 中機上七六快速八卦山隧道 紅黃牌都可以行駛 會提前一個月就開始做 相關的公告跟宣導 然後再正式開放 那我們可以合理猜測 大概就是這個月 四月或五月間 開始做宣導跟把影片都放出來 那六月 這樣王部長這樣講的話就是 他在等 蘇花改的正式結果嘛 那就是六月 確定就是六月 六月整個 正式公告開放以後 就是連同 七六八卦山隧道 一起開 那 那 那其實葉委員 感謝啦 葉委員 他也有給 部長跟公務總局局長嘛 他們有一個期限 就是 今年的六月 三十還是什麼 七月前一定要開放 所以這整個都兜起來 那七四 霧峰交易道 上次宣載也詢問 原尼公務段嘛 結果也是說 希望跟七六八卦山隧道兩條 同步 進行 目前已經是同步在做 降級 作業 那 等公告以後就是 七四霧峰交道 就可以掛來一些 尊二三點一排名 重機跟 紅黃牌重車 跟汽車 那個專型這個標誌 就可以掛上去 那 希望啦 這兩條是同步開放是最好的 反正 公務總局 對不對 原尼公務段也說 今年絕對可以開放 只要這個開放以後 只要這個開放以後 那我 基本上啊 今年如果第三次 還有第三次的重機 國道檢核 就是 勢必 加入橫向國道 又搭上大家 把整個重車掛牌數衝起來 二十萬了 二十萬 你看有差吧 開放那個大型 蘇克達考照以後 真的 銷量 以往都是慢慢的 一年大概只有 一萬一萬 還是幾千台在 就是慢慢的緩緩成長這樣 台灣你看 爬這麼久才到十六十七 突然卡住了 欸 今年大型蘇克達一開放以後 砰 直接 逆轟高飛 從十六十七萬輛 瞬間爆升 暴漲 暴漲到二十萬輛 重車 應該超過了 所以你要說二十萬 三十萬 四十萬 有沒有可能 開放大型蘇克達 考照了 還有三輪重車 給身杖 身杖車有考照 完全沒問題 很快就衝起來 我相信 掛牌出現在衝起來 今年 彈向國道 一定會開 一定會開 剩下就一起期待吧 老闆娘 嘿嘿嘿 不要選在前面啊 好好好 好好好 OK OK 新生輪YMS 除了跟你最棒的車友 休息環境 然後專業的維修 還有迅速又安全的道路救援 選擇我覺得最讚的就是 營業時間這一塊 哎呀 一早 你看 我這次真的特地 早上 新生YMS 是 平日九點半 九點半到晚上九點 應該是我們台中 非常非常早 開的 YMS 台灣三夜的重車旗艦店 非常早 所以我現在開始又回到固定大夜班 晚上七點到早上七點 我一早七點下班以後 回去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九點半 我就可以來 做保養維修什麼都可以 然後 就一整天的時間可以 讓祭司 慢慢幫你去 阿順幫你去巡視整個車況 可以慢慢去巡視 不要說 只有幾個小時 讓他巡視 可能你就要留車 會來不及 一早來 就一整天 十幾個小時時間 會慢慢去 找出車子的問題 有的車行是 現在開始營業完 有的是開始用預約制 然後 甚至到 可能營業說 晚上 下午三點 還是四點以後才營業 那這樣的話 你等於車子就是一定要留車 要預約要留車 這對於宣載來說 就真的比較 不方便 對 阿先生 你一早九點半 我就回來 然後中午又可以 一起吃 很棒 消控肉飯 真的很讚 中午你也可以在這邊 跟老闆娘 跟阿玉哥他們 大家吃飯 好 站在這個 應該這個 車油修七區這邊 然後 現在可以打 瑞士 等一下可以打一下 瑞士挑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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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